再看到轮天变道在13号就开放通行 而复理乡公所表示 楼盲旗过后预计在12月中旬将暂时再封闭两周 以铺设混泥土路面 位在秀古兰西上游同时施工的复理轮天大桥变道 在积极赶工下 11月13号已经是提前开放通行 公所表示因为正值收割期间 轮天大桥及明里大桥无法通行 民众需绕道增加运输里程 在县府及公所多次限勘督促之下 厂商再开放通行 等农忙期过后预计12月中旬暂时封闭两周 以铺设混泥土路面 这个轮天变道 我们在11月13号 已经中午的时候已经来正式通车 原来我们议定的时间是11月15号 我们感谢我们花联县政府 还有我们相关的顾问公司 还有施工的单位 真的经过我们多加的一个拜托 一个催促一个监督之下的话 它能够在一个农忙的一个时期当中 能够提前来完工 原来一点 轮天变道因为杜苏瑞台风 造成冲毁无法通行 后来遇上海葵与小犬台风 接踵而来 使得水位不退 造成变道失作供期延长 因为目前是农忙的一个时期 很多的农机局要通过 所以相关的后续的水泥铺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等农忙起就在12月中旬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 到时候再封闭 再做一个水泥的一个扑面 大约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乡长江东城说 变道路面不平坦 请通行时注意行车安全 公所后续会积极跟县政府 持续监督轮天大桥施作的进度 来保障乡亲权益 可以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